嗨,我是姊夫,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姊夫的食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看过 我们每天吃的草莓果酱背后的成分表 除了草莓、糖之外 是不是有一堆我们不是看得很懂的材料 当然,根据法规 这些都是合法的添加物 自己做草莓果酱 其实原理很简单 材料很简单 做法也很简单 只是要花一点点时间 还有就是保存期限可能没有那么长 过完年,现在的草莓是最好的时候 那姊夫今天来分享 姊夫做草莓酱的方法 我们先洗草莓 洗草莓最好要在流动的水 轻轻搅拌就可以了 轻轻搅拌就可以了 好,捞起来 瀝干 我们把地头去掉 200公克的糖 200公克的水 来,再加一点白云地 加一片白云地 好香哦 加点白云地 增加它的香味 再加點水 加點奶油 加炒梅菜魚 麥芽糖 麥芽糖先用熱水泡個五分鐘十分鐘 會比較好倒喔 姐夫家麥芽糖可以增加炒梅醬的黏稠度 也不會太甜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來 你看 越來越濃稠囉 把顏色也越來越深了 加點檸檬汁 幾支之前把它壓一壓滾滾 試一下味道 好 這樣子就差不多囉 我可以用盤子測試一下它的濃稠度 哇 濃稠度很好喔 好 我們現在再把它 裝起來 容器先用熱水消毒後 倒置瀝乾 乾 乾起來 蓋起瓶蓋後倒放就會成真空狀態喔 檢汁排 炒梅果醬完成囉 保證 純天然 持手勾 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自己做 最安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解婚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